欢迎来到咱们四川观察的直播间 咱们海外的小伙伴可以关注紫约6541 然后咱们国内的小伙伴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川观察的直播间 不知不觉咱们的直播已经来到了第八期了 传承国学诵读经典 咱们这次的主题是论语 那什么是论语呢 论语是春秋时期思想家孔子与其弟子 记录孔子和弟子的言行编程的语录文集 陈述在战国的前期 一共有20篇492章 它体现了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 论语思想 论语的主要特点是语言简练 浅显易懂 但是它的寓意深远 有一种含蓄的风格 为什么它叫论语 是因为它的弟子和宰传弟子 一代一代地传授了它的言论 这些被称之为论 而语是指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 被称之为语 这些匹 Weriz 侯费人 感谢观看